2017 年 海外 228 儀屬反鄉團 從 1992 年開始 海外 228 事件受難遺囑 開始祖傳回來臺灣 25 年後的今天 返鄉團已經是第七屆了 我看到我們這麼多的長輩回來 還帶著第二代 看到他第二代 還有第三代的親人 要把過去大家追求民主跟歷史真相的經驗 傳承給下一代 我很欽佩 也很感動 今年是 228 事件的 70 週年 70 年前威權統治的錯誤 讓各位失去了至親的家人 也讓臺灣的社會損失了幾乎一個世代的精英 一直到今天 所有的臺灣人 都還在承受 228 事件所帶來的後果 民主化以後 臺灣人終於能夠公開談論 228 事件 政府透過認錯 道歉 立碑 調查歷史真相 維護受難者的名譽 以及賠償 試圖要撫平過去留下來的傷痛 不過 我很清楚 對在座各位受難者的遺囑來講 目前政府所做的事情都還不夠完整 我們絕對不應該輕易地說歷史已經過去了 傷痛可以放下 前幾天 我參加以色列跟德國駐臺單位舉辦的 國際大屠殺紀念式的活動 在活動的現場 我很清楚地感受到 德國面對歷史錯誤的勇氣 直到今天 德國政府 學術界跟民間 不斷地積極挖掘歷史的真相 想要更仔細地反省犯錯的原因 甚至持續起訴當年侵害人權的納稅戰犯 德國的經驗 對臺灣很有啟發 歷史的追求 以及歷史記憶的保存 都是長期的社會的工程 新政府有義務繼續努力 讓228事件真相調查的更徹底 也能夠更公開透明 而且讓事件的責任歸屬 能夠更明確 更詳細 所以 我會要求相關單位 持續地清理危險時期的檔案 把70年後仍然成風的真相 完整攤開在陽光下 比如說 在檔案局已經徵集到的228事件檔案裡面 只剩下一些還沒有解密 據我所知 其中有四件 是來自於我們僑委會的檔案 現在 吳欣欣委員長 還有我們在座的田丘錦副委員長 正在積極協調 我們希望盡快把檔案來解密 就在今天 國務司館發表的最新的六冊 228事件檔案匯編 未來更多解密的檔案發表之後 應該持續地透過整理 出版來開放研究 讓社會大眾對228事件 有更細緻的理解 政府會負責帶頭調查真相 呈現真相 追究228事件責任的歸屬 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狀 這個使命 我們不會遺忘 也不會迴避 我們要讓臺灣社會對228事件的錯誤 有更深刻的反思 從中記取教訓 走向和解 打造一個民主公益和團結的國家 這樣才是對228事件的受難者 最重要的一個交代 最後 我要祝福返鄉團的大家 祝大家行程一切順利 帶給大家健康 謝謝